那再给你讲个投运的故事 很多人来找我投运 所以他要检查自己 这个人投运的天天就像喝了二两酒 我摇来摇去摇来摇去 我投运当中很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老鼠摇晕了 没有啊 我都说你好好想想 哎呀妈呀 这个人好惊讶呀 哎呀妈你咋知道的 就这事我都忘了 他说呀 有一次我打扫卫生 在抽屉里突然发现了一国小老鼠 起码有六七条 但是我又不敢杀他 我想怎么办呢 把他搞死呢 就装在一个纸盒里 把这个老鼠跟他里头摇摇摇摇摇摇 想把他摇死啊 结果摇了小老鼠全运了 啊就在那盒里不动了 他就把它摟了垃圾桶里 这小老鼠没咬死 所以从那之后 他就开始投运 他说没错 我就从搞了摇了那个小老鼠之后 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投运开了 运到现在 怎么自己也知不好 他说好在呀 那六七条小老鼠没死 要小老鼠死了 你还得尝命 这六七条小老鼠没死 被你摇运了 等到你落着垃圾桶 他自己有法型过来了 所以活过来了 那你投运很正常 那你今天呢 要忏悔呀 这个人说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事我都忘了 你说 这因果真的丝毫不爽啊 他马上忏悔 而且他说了 我问你呀 这老鼠 害人的 人间人打 你说我们要不杀他 这不是造反了吗 人家老和尚说了 大自然自然有他的规律化 自然有他天敌来对付他 你人又不是老鼠的天敌 你去对付老鼠干什么 老鼠天天对付 干嘛 老鼠已经造反了 可是我们那些对付不了的 已经快灭绝了 所以他有他的规律化呀 你看 蛇 是老鼠的天敌 猫头影 很多 都吃老鼠啊 其实这是他们的自然规律化 你人呢 来搞这干什么 那老鼠到我们家去怎么办呀 哎呀 凡是动物都有灵性 你养了猪啊 狗啊 猫啊 你都可以干嘛呢 给他沟通 他都能听懂你的话 你给他沟通嘛 你用一颗不杀的心 你要在这里发现 再也不杀生了 吃素 然后你回去跟你家的老鼠沟通嘛 那跟老鼠沟通呢 这老鼠就不来 干嘛 咬乱你了嘛 你再给他呢 方便之处呢 放点饭食 如果呢 你呢 能敢用刀脚 你心清静的话 能跟老鼠共同好 老鼠 就不来你这里了 就搬家了 这人 半信半疑 回去一试 还真灵 不讲对老鼠 对蟑螂啊 对蚂蚁啊 对虫的呀 都管用 请不吝点赞 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